我是听说你这一集这个角色站起来了吗? 嗯...第二不是 所以其实会不会增加一些动作的一些戏份 就可以飞烟走壁了? 会的 因为第一集其实好像这个人 他的身上的功能一直集中在 就是他会用意念来 比如听到别人心里想什么 或者说意念移动物体 就还是比较静止的 但这集导演也给你 比如他的人在一些造型上面 做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嗯...造型上真的没有 造型上都一样是很简单的 很...没有装饰的 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部戏 我没有看成片 但是我觉得 在所谓武侠电影里面 我们是最不把它当武侠电影演的 都是按照...很严肃的 很认真的按照剧情去...表演 你原来觉得像你看的武侠片 你对武侠片的印象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你刚才这样说的 就是没有把它当... 嗯...我当然没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我自己真的没什么印象 但是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我会觉得武侠片就是...舞系比较多 特效比较多 情节比较... 可能就没那么...突出 嗯...但是没有...嗯... 所以其实...可能有人会期待说 上一部...一个... 一直坐着的... 他可能会... 他不是...他不是一开始就站起来 嗯... 他是...快到结束了才站起来的 所以其实中间还是看不到你... 你打戏...你打戏... 你有打戏... 嗯... 但是不是很多 嗯... 两集是一起拍的 两集一起拍的 嗯... 是按这个时间的顺序去做的吗? 所以你这个人... 哦...我想的动作设计这种东西 他也是按这个时间线去... 去给你...给你设计 比如说可能拍第二的时候 你可能在...打戏还是... 还是并不是一个重点 打戏其实...嗯... 我觉得打戏... 在我这边不是重点吧? 我们有特别会打的人... 嗯... 有很多那个... 那三个都挺会打的 我觉得... 诶...哪三个? 郑中基... 周照龙... 哦...还有登场... 对... 对... 嗯... 我就打那么几下... 但打得可过瘾了自己... 嗯... 当然就是对这个... 这个女生她的设计... 我们会从第二... 第一集到... 后面讲... 这个比较大的电话... 因为... 其实在一个... 比较男性化的... 嗯... 这个女的... 她的定位... 如果... 不准确的话... 其实... 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个... 一个路动... 但其实我们从第一集来看... 说这个... 嗯... 这个... 这个女性角色... 其实她... 算是一个... 嗯... 一个定心的... 这么一个... 一个存在... 你怎么去看... 后面这两集... 她的一个变化? 嗯... 嗯... 我觉得可能通过第一集... 导演... 对我比较信任了... 所以... 在戏的那个... 把握... 发挥... 还有... 篇幅上面都... 就是能够体验... 能够看出来... 她是对我很... 很信任... 就包括... 演戏的方式... 可能... 因为这个角色... 我是没什么设计... 我就是完全是体验... 就是... 没想到演完... 跟这个主题很契合... 就是放下... 我是觉得真的要... 放下放下放下... 什么设计啊... 什么... 我一定要这场戏... 我要那个... 哎呀... 爆发出来... 这些都不要... 并不代表你不会爆发... 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不是用演的方式... 她就很开心... 因为在现场... 她不怕慢... 我觉得这点好难得... 因为现在一个比较... 我们毕竟不是拍一个文艺片... 就是那么慢的节奏... 她会不会担心... 我刚才跟另外一家也说... 会担心观众去上厕所... 但是她就很自信... 就我们... 就一点压力都没有... 可能... 感觉到了... 很快很快... 把那一页纸一下说完了... 但是... 突然一下又慢起来... 可能... 要看对方很长时间... 她知道这些东西是真正有意思的... 就是... 反常规的... 不是... 按照正常我们... 看话剧有时候... 能够猜到下一个... 动作是什么... 嗯... 其实... 一个... 这个角色... 你怎么去... 现在怎么去理解... 比如说... 她的那种... 她的那种... 安静... 其实... 一个人安静... 或者说... 她的那种... 太过... 个性不吐... 就比较深藏不露的时候... 其实她很容易... 让人... 就把握不好... 让人觉得这个很闷... 是的... 但是... 你也怎么去看... 我觉得安静... 是一个... 她的安静... 是一种张力... 就结果真的是这样... 我以为我第一... 第一步的时候... 是没有一个点... 需要它爆发... 但是我一直觉得... 她的那个... 内在的那个力量... 一直是有的... 就是一直是绷着的... 所以到第二步的时候... 整个就是... 到最后就像... 就像一个那个... 就是... 就一直扯扯扯扯... 就是扯完之后... 放开就很... 那个... 那个力量很大... 所以... 我觉得... 就... 千万别为了... 就怕贫... 去那个... 表演... 表演... 因为电影是一个很... 电影的好处... 就是... 它太大了... 一幕... 所以你... 威表演... 是最难... 就是威像是最难得的... 因为那个... 骗不了人... 有些可以啊... 通过大哭大嚎... 或者是... 哎呀... 可以演得很... 任性... 或者是... 很野蛮... 可以... 感觉上好像很那个... 但是... 最细微的那一部分... 都是... 特别内心的活动... 你会是那种... 比如说... 导演... 给你一定的空间... 让你去发挥的时候... 你都会很... 就很贪婪的... 不停的给他... 会啊... 他... 他会选... 嗯... 基本上... 走位的时候... 机器... 摄影师在旁边就看... 我们就先演... 因为他镜头... 他不会是... 事先想好... 我镜头放哪儿... 他都是摄影师过来... 在那边看... 然后演员演完的时候... 好... 我镜头架这里了... 然后等一下... 我有一台... 那个... steadycam... 跟着他... 他是看演员的调度去那个... 走他的调度... 我觉得这就是特别...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部电影都这样... 似乎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是这样的... 嗯... 你遇到的调度... 你会像他这样拍的多吗? 你觉得他算比较... 他算比较特殊的... 嗯... 就是... 就是... 现在想起来... 但我现在拍的那一部... 也是这样... 有一点... 三台机器同时的... 嗯... 这个感觉是... 你其实... 跟这个人... 那个感觉是挺像的... 就是... 不太容易被... 别人说的什么... 带着走的感觉... 嗯... 有时候其实也会... 要差点就被他带跑篇了... 他... 他很执着... 因为... 你一下午接受采访... 有时候可能会... 五家下来... 每家... 可能... 其实今天还好... 没有很雷同... 但有一些问题很雷同... 你就一直想... 我应该怎么说... 嗯... 你会是那种采访的时候... 如果听到朋友的问题... 你还是... 会主动的想说... 我就会希望... 我说的不太一样... 我希望就是... 能够... 问到自己的心吧... 就别回答出来的那个是... 你为了... 就是说不到... 自己的点上... 嗯... 你会是不是自己设计... 答... 就希望有些... 像标准答那样子... 嗯... 嗯... 但有些问题... 如果跑过来... 你会觉得... 有时候不说问到心吧... 比如说... 有人总会是... 希望能问到... 你比较敏感的地方的时候...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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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 我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还有什么希望... 嗯... 状态不一样... 就是... 不要... 勉强自己... 但是也不要... 不要害怕吧... 嗯... 有人说过你说... 你会是个... 很难说... 跟他嘴巴里讨话的... 你看你就是... 是... 就是我觉得... 到底... 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有没有关系... 嗯... 还是说我觉得... 我今天可以... 先不用谈... 那就直接告诉人家就好了... 你不再介意说... 有像很多... 有像很多... 其实香港的一些演员... 他们... 年... 年... 他知道... 交谈其实就是一个... 互相交货的一个过程... 就是... 我把你想知道的一些... 花用我的方式告诉你... 然后... 但是我觉得... 我还... 我不愿意太... 去把自己变成一个麻痹的人... 因为我觉得... 那可能对我演戏有很大的... 损害... 真的... 会习惯的... 嗯... 就当一个人习惯去... 保护自己... 那他就彻底... 就彻底就习惯保护自己了... 嗯... 觉得演戏真的是一个... 试炼一个人到底... 够不够... 就是... 专心和纯净的一个... 特别... 准的... 就是... 你心里杂念很多的时候... 你根本就演不了戏我觉得... 嗯... 采访这些事情... 会有这么明显的一种...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觉得... 任何一件小事情上面... 就包括跟... 跟人相处啊... 或对待自己的那个... 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 我都能够希望用一个比较... 真的是希望... 宁愿自己可能会受一点... 所谓的伤害... 但是也希望用真诚的方式去... 嗯... 就当时大家... 我们也是... 接下来... 比如说... 像... 嗯... 明星怎么去... 面对... 话题这件事情... 可能... 有的时候... 上... 提问的人... 他希望用一些东西... 去... 去自己... 拿到他的答案... 嗯... 有人会利用这种东西... 嗯... 然后... 然后... 嗯... 不管... 最后得出的这个... 杂案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 但... 别人可能会记住我的答案...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大了... 把我的形象也放大了... 但我觉得好像... 你一直会去... 如果是不喜欢你的东西... 我就不去谈谈... 我... 我现在也不想出利用它... 嗯... 也不是不喜欢... 就觉得... 因为... 嗯... 我想应该怎么说啊...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就跟那个话题差得很远...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今天... 应该有很多... 也是一种... 尊重吧... 就是... 聊聊... 聊电影... 或者是... 有很多很多可以谈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 他感兴趣的始终不是... 那也没办法... 确实... 那就只能... 稍微... 对... 聊不了很深入吧... 嗯... 那你觉得现在... 在你的... 这个... 生活里面... 大概占一多大的... 一部分... 他其实工作... 他占... 他占...